新版本的話,反正就第六行一直到斜線head上方 這個範圍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後的話,特別注意 再把它貼上雲端上面,雲端第四個單元的 這個地方 這幾行 就是這三行 那實際上,你可以看一下 這三行有什麼差別 其實第一行的部分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這個指的就是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步行的部分 OK,接收Mobile 1.4 然後這個是mini 所以 OK 然後 這個是javascript 所以不管,反正就是這三行 Ctrl C 然後呢,Ctrl V貼到這邊來 OK,第一步 然後呢,但是你如果按即時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圖就不見了 變這樣 但是好像 版型有改變 那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將來 就把它放到瀏覽器裡面去預覽就可以了 那我是因為這個我是用index2 所以打開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這圖其實還在 好 那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怎麼樣把這個圖示做出來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從這上面去找 那我這邊已經找到總共有四個 這個小說圖,我這邊有一個範例 在 這個 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這個icon icon裡面總共有四張圖 那這四張圖 基本上都是32x32 也就是大概32x32的那個 大小 那我就找到一個list 一個camera 然後一個photo 一個message 反正就找 類似這些圖 並且把它下載 所以這邊總共有四張 那這四張圖的話 剛才很小 32x32 這麼小一點點 然後呢,我把這四張做什麼呢 我把他的名稱 取 取名 這個重新取名稱 不過特別注意 一樣 不要有中文名稱 然後裡面的話呢 給他一個 我第一張 01list 一之類推 那這四張圖的話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這四張圖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 網站裡面的images裡面 就放這裡面 OK 因為總共有四張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貼到這個網站裡面的images images裡面 OK 那有四張圖 那將來的話 如果說我要讓他顯示的話 可能喔 特別注意喔 要還要再做兩個 兩個動作 他就可以被看到了 哪兩個動作 第一個 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四張圖 做成所謂的 CSS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CSS 相對有點複雜 所以 剛剛我這邊有敘述 你如果要找 可以自己去找 從這個下載icon裡面找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程式 OK 所以下載完之後 那其實上面這個是樣板 它必須 假如說你有一個圖的話 那你必須喔 在這個圖一定是放在這個images裡面的這張圖的名稱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那個 這個什麼 點開頭的話 這個是 這個它的類別 它類別的名稱叫這個 其實差別就是 前面都一定是 是ui 1-icon 1-就是它的名稱 然後後面是 冒號 actor 意思就是放在那個 圖的後面 後面吧 OK Size的話就32x3 那我們可以怎樣 分別喔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假設狼如果要把 第一個 要怎麼放喔 第一個你可以拿這個當範圖 C 然後放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請你加在 head的上面喔 OK喔 所以喔這邊有敘述喔 那所以呢我如果要增加第1張圖的話 那我就把它找到head 在這裡 head 斜線head第9行 的上面 所以enter一下 在這邊貼一下 那如果說我要增加第1張圖的話 那第1張圖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01list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名稱 點一下 重新命名也可以 把它複製一下 它的檔名跟副檔名 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About us 有沒有 點 png 把它蓋過 第1個 第2的話呢 這邊一樣有個About us 有沒有 其實就把這個01list 複製一下 把它蓋過去這個 About us OK喔 這個地方喔 實際上是它的名稱 這個範本的話呢 以後就改這兩個地方 那這個是它的實體的 圖的位置 這個是它的什麼呢 Icon的名稱 那所以喔 我們已經 建了一個什麼了 建了一個這個名稱喔 就是 在Icon裡面 可是問題喔 如果將來我希望能夠在這邊顯示的話 可能你還要再改一個 在 做完之後 這個第1個 第1個步驟 第2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在改什麼 改 它這個 上面的圖式 上面的圖式呢 本來我們的做法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Netbar 就是這個東西 那它的什麼呢 Data Icon 本來叫Info 可是我剛剛有增加了一個什麼 叫做01 有沒有在這邊 製定了一個 叫01list 的名稱喔 所以我可以把01list這個名稱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OK喔 所以喔 步驟特別注意喔 1 請你把四張 圖先下載 我這邊是範例啦 當然如果你要自己去找也可以 第2的話呢 請你在head上面 建立一個叫Style 這個你可以直接拿這個範本來做修改 主要是改這個 這個是實體的路徑 這個是 它的什麼呢 它的名稱 OK喔 路徑名稱 然後呢我把它改成 用01list 這邊叫01list 然後呢 之後如果要讓它變更的話 那就從這邊去看 把它改 Data Icon 就等於是說 有增加了一個Icon 等於CS幫你產生一個 那你直接指向它就可以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你現在如果用即時的話 應該理論上 它居然出現了 OK 當然理論上 這邊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那比較精確的 應該 是要在 瀏覽器中顯示 比較準 第1章有了 那第2、第3、第4怎麼做 一樣嘛 再見第2個 有沒有 然後把底下這邊 把它做變更 這個名稱變更 那再做第3個 再變更 第4個 再做變更 那這樣的話呢 40個 圖呢 就分別了 可以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 試著做做看 重點回顧一下 1 我是已經下載了 所以你其實如果 不知道說 怎麼去做 找這幾張圖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從哪裡呢 從那個第4個單元裡面的Icon 這邊有4張 按右鍵下載 下載完之後 請你把這4張呢 直接複製 Ctrl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網站的 Images裡面 OK 這個是第1步 把那個圖放過來 第2步的話呢 利用 範本做修改 然後呢 並且第3個動作呢 就是修改這個 Data Icon裡面的 名稱就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